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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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了 所以呢 他愿意把这个房子租给同兄王同文 好 可以 对 这是一个 但是他必须要这个就是说 这个必须要符合这个就是 这个Building管理委员会Building的原则 好 好 好 那就是说 你只能以个人的名义和他签租约 他愿意和你正式签租约 你们把王同文给弄的没了 知道吧 你们把王同文给弄没了 那你就不能签 那你就能把这个 你要把王同文找出来才能 在法律上不能做 玩这种游戏 我不是玩游戏 到签完游戏以后 王同文不见了 不是做游戏 是由全项学院出面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王同文留在人间的唯一的东西 就是全项学院 王同文 王同文在 既然王同文不存在 全项学院也不存在 那么如果 没有 王同文不是 王同文不是不存在了 就是说这个人的这个剧本 到最后就演到了 变成全项学院这个学院了 人家已经说了不能和组织和公司签约 我跟他谈 这不是你的事了 哦 OK 你告诉他 他愿意跟 他愿意跟 你觉得成了 呃 这个全 其实全项学院和他 全项是可以的 就是 这个受益人 就是住 住的人 但是住在那里的人 不是全项学院 是 一个是李天水 或者是 就是那个交纳房住的人 不是 这个 呃 不是 交房租的可以是全项学院 不过不能在那办公 哎 不要在那开公司 呃对 不要在那边就是就是开公司啊 呃就是变成一个正式的那个公司的那个门牌 呃挂一个大牌子在外面就是这张扬说这个是我们的公司的什么什么什么的 不可以的 如果是这个是如果是这个是他们房屋管理的那个就是政策 那我们就就尊重房屋管理的政策 还不仅是房屋管理这是个 呃 美国这个都是有属领的 耶 我知道 我懂 我一直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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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idential building 四楼 他在四楼 他在四楼 我可以带你去 你可以去看 对 那当然咯 不过的话你知道吧 你放心 你放心 你知道叶宁历史我想做什么事吗 我要告诉你一个大法弟子的境界 OK 你误解我了 第一个 从头到尾 我是想要支持你 从头到尾 我是想要支持李延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全向学院就是来干这个事的 所以呢 我有我的安排 绝对不会影响你 也绝对不会影响他 对啊 对啊 所以这件事情的话你就 他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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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了 我是大法弟子 他可以信任我 也就是 也有所感动 这个 嗯 然后他说他也不管 他也不管 别人这么说 他 他愿意做 他认为应该做的事 那他就是个真正的大法弟子 他过关了 在这件事情上他过关了 对对对对 过了你的关了 嗯 不是过了我的关 我来讲这些教条主义的事情 不是教条主义 给你历史 你也得过关 你千万 你千万在做人权历史的时候 不过你归神管 你归耶稣管 是不是 你如果归耶稣管 那耶稣爱你 是不是 没有 我只是告诉你 我只是告诉你 耶稣爱你 是不是 那耶尼律师 你听完我这句话 不要给我 我要跟你说 叶尼律师 你千万不要利用大法资源 为自己谋利哦 这是非常危险的哦 你不要因为 是为法轮功学员办了政治 我这里说 你告诉你 没有 我就是告诉你 你的出发点是自私的 你是在自私自利 对啊 你跟我说一套 你跟他说一套 你 这个我告诉你啊 嗯 你找一找你自己 你就自己话都可以对好 那我已经 我 我 我不是标榜 我的话 我的话老天都记着呢 你 其实我告诉你啊 许多少天害理的事情 都是由 都是由这个崇高的理想的人 做出来的 我告诉你啊 你也要好好反思一下 你反思一下 你当初的时候 为什么不能唐唐真诚 让我跟李妍 一开始的时候 就见面谈 谈主约 你要躲着呢 我一开始 你一开始 就应该让我跟他直接谈 你没让我有这个机会 跟他谈就搞出问题来了 我是花了很多的时间 为你说好话 我不要你说好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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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 为朋友说好话 是抬高自己 所以你再抬高自己哦 像你这样的这个就是 你这个人的心底很好 而且呢 你也是以为很正派 你在生活 你的这些交调 有的时候 让你 确实不自觉的 能下来 你这不是嫌疑事 你不是有意要害人 但是 你的这些好行 往往会做出害人 我怎么害人了 你比如说 你说这个孩子 这个孩子 就是说 你在那个得人家 你说你一直在 管这个孩子 管了八年 现在这个 这个家 把他 就是报告给 这个 就是 报告说这个孩子 得了精神病 没有报告说精神病 说那天那个孩子 因为我对那个孩子 骚扰用刀 准备割他的手腕 自杀了 而那个孩子 那天穿得漂漂亮亮 开开心心 坐在厅里面 啥也没做 他母亲 血口喷人 我一句话 也没跟那个孩子说 所以我就跟你说 如果他会血口喷人 叶尼利时 我问你 所以我在问你 你知道他为什么 会血口喷人吗 所以我告诉你 从你的 我再次接受教训 我希望你 今后少做 叶尼利时 你听我说 从你的 从你的 从你的事情当中 我再一次 我这个人就是屡教不改 我不断的帮助这些 就是说 没钱的 要死要活的 活不下去的人 我是没钱的 要死要活的 活不下去的吗 叶尼利时 我是没钱的 要死要活活不下去的吗 我那还得到过 巨大的帮助 那我问你 叶尼利时 我是 我是要你来帮我的吗 没有 叶尼利时 我问你 叶尼利时 你 我花了上 近百个小时的 无偿的劳动 你在那 血状 只出庭 这个 就是 几次庭 我问你 叶尼利时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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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尼利时 现在 现在 但是我希望 李天水 要从我的身上去去教训 我告诉你 从 我 还在帮的 如果 事关人的生命的 生死的 我还是要帮 其他的 不帮 绝对 不再帮我 那些访命啊 什么 再要找我 滚软一点 那就对了 那就对了 那那个叶尼利时 我等会会做一个视频 我希望 李天水 要从 叶尼光柱王同文的 这个 事件当中 写去 这个 真的是 心思流血的 这种教训 好 我跟你说 叶尼利时 我要告诉你 一件事 你啊 要好好想想看 你刚才讲的这些话 是不是真的 是不是你自己 从你的角度上来说 你把王同文 你把王同文 变成是什么了 我当时已经不在 世界上的那个王同文 就是在 这个 德伦案子当中 我是为了 如必用法轮功来捞好 捡便宜了好处嘛 好 我来跟你讲为什么 OK 你现在先不要跟我争 我弄一个 我弄一个视频给你听 我要把真相 要跟你讲的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你要知道为什么 那个 德伦的太太 为什么对我噱口喷人 我们一直关系很好的 他们就是说 你的历史 跟你一起撒谎 诽谤我们 因为你在法庭上 要跟他们争 要问他们要钱 德润跟他的宝宝说 这个阿姨 那 所以我叫你要钱了吗 那王同文 叫你去跟他争取要钱了吗 王同文给过你这个指示吗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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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的话我就告诉你 你 你自己去 你就错了 把王同文欠在那一屁股的房租的债 一屁股 你看 王同文 你不是 你不是在那 交给六十个月的房租 你看 你把王同文 放在什么地位了 王同文是大法弟子 哎 王同文是不占任何人的嫌疑的 所以 王同文没有叫你去打 对啊 王同文叫你去 只是把这个案子给撤了 好了好了 你 你自己乱搞 你在乱搞 然后 OK 我今后 我今后 本来麻烦我 对啊 对 我告诉你 你即使 你发生再大的事 我也不会再管 对了 真的 不要再被血口喷人了 因为你要想管 你乱管 你把王同文的权力都剥夺了 王同文叫你干一 你干五 你在那跟别人打架 王同文叫你去 对 王同文 对啊 王同文要救人 对 王同文要救人 你在那边 你在那边跟人家打架 你是代银号的大善人吗 对啊 王同文要在那边想办法 想办法要救人 你 你就是搞错了吗 你在法庭上千万不要乱 你在法庭上不能胡言乱语 对啊 对啊 你在法庭上不能胡言乱语 你也 你也不可以 对了 当然是为了私利咯 因为你想赢啊 你想做有名的人权力士啊 你不能丢面子啊 你 你要去搞钱呢 你要去搞钱呢 你是要吃饭 要活下去的 赚钱 不过你为什么把自己打造成 你为什么把自己打造成 好像是就是主样的呢 就像你不是王同文一样 我不是人权力士 那你为什么接了王同文的案子 没有下落呢 你当初的时候拍着胸脖 所以这个把王同文得罪了 所以你如果接了案子 王同文的案子 不收王同文的律师费 第二给王同文 本来应该给王同文赚到一的 把王同文赚到了五倍 所以第三欺负的王同文 因为我们耶稣 耶稣怎么教我们呢 我问你 耶尼利师 耶尼利师 耶稣是你的主 耶稣怎么教你的 那耶稣怎么教你的 耶稣怎么教你的 耶尼利师 耶稣怎么教你的耶尼利师 爱你的敌人是吧 你怎么去跟别人打架呢 而且要去搞钱 搞得人家要越打越凶 到最后的话 把宝宝都卷进去了 你这个的话在法庭上 你如果没有是我给你的 这个就是consent 你怎么可以enter into stipulation呢 这不是违法乱纪吗 胡言乱语 胡言乱语 你这是诽谤 是道错的 没有 你是故意的 人家在干活的时候他在睡觉 然后人家睡觉 你你是故意的 因为我跟你说我要回来的 这个最后 对方的律师看着我打 对你打的波我没接 没有接 我没有忘 我没有忘 不行 这一点就说明你撒谎了 这一点就说明你撒谎了 既然王同文已经死了的话 王同文没有死 王同文没有死 是你要去把他找回来的 这是你的责任 因为当初的时候你拍着胸脯 你拍着胸脯 你说是要为把这个案子给做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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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